西日火锅店生意兴容 缘和突然关门 这个其实我是真不知道 一次性油脂自称干净无物 背后真相又违和 因为这个射击隐蔽 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 执法部门重拳出击 怎样维护百姓舌经上的安全 一来到案子的时候 我们同时启动 对这个案子公益输入的审查 火锅店的猫腻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2021年5月19日 一条由四川省前维县人民检察院和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发布的公告 在广大网友手机上迅速流转 从这个公告上我们得知 一起公益诉讼案件的赔偿款执行到位 反2018年5月1日至2019年1月30日 在四川省前维县古今天下火锅店消费过的时刻 可以凭借消费凭证申请赔偿款 我们就通过线上和线下的这两种方式 在线上我们消费者通过一个小程序上传 不管您是纸质的凭证 还是电子凭证的截图 通过拍照就可以上传 同时上传您的身份证信息 以及您的银行信息 通过咱们的审核 咱们就可以把您对应的赔偿金的金额 就打到您的卡上 刘燕是前维县第一中学的宇文老师 公告发布的当天 她也看到了这条消息 一看到这个消息就觉得 我好像在这个地方消费过 而且这个时间段又正好能够契合 说说当时就在手里面 无意的中就去翻 就去找 就找到了这个电子消费的凭证 公告里提到的火锅店 刘燕去过 那是一家自住型的火锅店 在她的印象里 火锅店的生意十分红火 我们去的时候 基本上次次都是爆满 所以说可能当时在整个前维县的话 它的口碑应该是很不错的 那么这家火锅店 为什么要对消费者进行赔偿呢 事情还得从2019年1月说起 2019年1月30日 四川省前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正在开展春节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当执法人员来到位于滨江路南段的 古今天下火锅店检查时 他们发现一些不寻常的端倪 当执法人员准备检查火锅店的库房时 他们在库房旁的走廊过道上 又发现了三个同样的塑料桶 这个发现引起执法人员的高度重视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执法人员发现的六个塑料桶 规格相同 都是25公斤装的大桶 从塑料桶摆放的位置和里面装的油脂来看 他们分别装了废弃油脂和火锅底油 使用过程中很容易混淆装油的桶 可是店家似乎并不介意弄错他们 那么店家为什么不在桶上做标记呢 火锅店对不同用途的塑料桶不做区分 这让执法人员十分诧异 但他们并未声张 而接下来的检查 让执法人员更有疑虑了 从2018年的10月1号到2019年的1月30号这个期间 通过我们查询它的销售记录 收银记录 发现它总共销售了3000多锅的火锅底油 数量大概应该是1万银左右 而这段时间火锅店里食用油的采购并没有那么多 这个店总共采购了7000多斤的这个菜籽油 那么这7000多斤的菜籽油 是无论如何加工不出1万多斤这个火锅底油来的 那么这家火锅店的用油缺口如何弥补呢 除此之外 在火锅店检查时 执法人员又发现了一个重大疑点 这个就是回收放入油 吃过四川火锅的人都知道 火锅店的青油火锅通常分为红油锅和鸳鸯锅 在红油火锅和鸳鸯火锅中的红油部分 火锅底料中有大量油脂成分 顾客吃完火锅 餐储垃圾中仍然含有大量油脂成分 根据火锅店的经营规模和经营状况 执法人员分析 这家火锅店每天应该产生不低于50斤的废弃油脂 按照每天它产生不低于50斤废弃油脂来计算的话 那么每个月它产生的废弃油脂不低于1500银 可是自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1月30日 古今天下火锅店仅销售了两笔废弃油脂 从我们调查这个店的废弃油脂的去向的过程当中发现 火锅店总共向废弃油脂的回收单位销售个两笔 重量大概200斤 火锅店产生的废弃油脂去向成了谜 通过这个火锅店操作间的情况来看 这个火锅店涉嫌使用废弃油脂 就是所谓的地沟油加工这个火锅底油 要想证实这个怀疑 执法人员必须找到火锅店炒制火锅底料的作法 整个事情它做得比较保密 它的员工只知道 他在这个农村租用了一个农房在熬制火锅底油 但具体这个农房在哪里 怎么熬制的 其他员工一看也不知道 对火锅店来讲 火锅底料的熬制属于店里的机密 经营者对店里的员工保密 并没有引起员工的怀疑 经过明查案法 执法人员在距离古今天下火锅店 三公里外的一个村庄 发现火锅店炒制底料的作法 房间不大 只有十多个平方米 此时炒料作坊的灶台里 正在熬制火锅底料 看到有人来 正在接电话的男子有些惊愕 李明亮1969年出生 四川省徐永县人 在古今天下火锅店 他是专门负责炒制火锅底料的师傅 执法人员迅速查封了炒料作坊 在这里他们查获了九个装过废弃油脂的塑料桶 这九个塑料桶与我们在火锅店操作间发现的塑料桶是一样的 这九个塑料桶里面残存了部分废弃油脂 在这间炒料房里 执法人员查扣火锅底油200多公斤 收集到这一证据后 执法人员再次来到古今天下火锅店 在火锅店的操作间里 他们又发现200袋已经分装好的火锅底油 每袋是26斤的这么一个塑料袋桶的火锅底油 有10箱200袋 分装好的用于自己实用的 就是已经制作好的火锅底油 然后它显得很安全 并且说要一次性火锅底油 感觉让消费者感觉很放心 并且急开及时 可实际上 这些加入了废弃油脂的火锅底油 非常的不健康 餐除垃圾提取的油脂俗称地沟油 是我国食品安全法中明确规定禁止使用的 掌握到火锅店使用废弃油脂的证据后 执法人员传唤了火锅店的经营者雷某和部分员工 通过我们的 调查询问 火锅店的老板终于承认了 他使用了废弃油脂 这些机构油嘛 加工这个火锅底油 雷某1965年出生 是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屈人 2014年他来到前围 在滨江路上开了这家火锅店 在市场监管人员的询问笔录中 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回答 问 你店在加工清油火锅底油过程中加入了什么原料 答 加入了我店餐储垃圾中回收的废弃油脂 问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废弃油脂为原料 加工清油火锅底油的 答 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1月29日 小秋是古今天下火锅店的员工 2017年5月他来到火锅店 一直做大堂经理 在那里工作期间 你知道不知道这个火锅底料里边 掺杂着地沟油的成分 这个其实我是真不知道 小秋不知道火锅底料有问题 当执法人员向他询问情况时 他感到十分意外 如果说我们自己如果知道有掺杂地沟油的成分 我就不会这样去吃 据小秋讲 作为大堂经理 他不仅自己经常吃店里的火锅 有时还请亲友在店里吃饭 如果是按等数来算的话 肯定每一个月有30等以上 如果按天来算的话 肯定一个月至少有25天左右 我再吃了个火锅 通过对员工的调查 执法人员发现 知道火锅底油中有猫腻的店员并不多 还明显 雷某队使用地沟油的违法性 心知肚明 为了避免事情败露 他严格控制了知情者的范围 楚雷某本人知道火锅底料油问题的 还有火锅底料的炒制师傅李明亮 和负责火锅底油分装的师傅李某以 微信留言泄露玄机 三人同盟不攻自破 这个老板领口供 依法遗生了检查机关歧视 火锅店的猫腻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经过近两个月的调查 市场监管局掌握了古今天下火锅店 违法使用地沟油的犯罪证据 2019年的3月份 我们将案件以及交给了公安机关 继续进行侦查 2019年4月3日 检查机关已涉嫌生产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罪 批准逮捕了火锅店的经营者雷某 及其两名员工 让人没想到的是 在公安机关 雷某推翻了在市场监管局的供述 他对这个案件是时刻逢人 不承认也这回事情 面对警方的讯问 火锅店命败两名员工 和雷某的口径一致 用他们的统一的口径 说是市场监管局 胁迫他们 诱供他们 只要你们承认了 我们就可以放你们回去 雷某等人的态度 让案件侦办陷入僵局 这个案件是涉及到民生的 所以说重视这方面 我们必须要讲 市场监管局 他们的询问 是不会有积压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就这两天反映的情况下 肯定是不穿过 自2019年1月30日 市场监管部门 在火锅店发现问题 到雷某等人被批捕 雷某等人有足够的时间 商量对策 应对公安机关的打击 按照法律的规定 行政执法部门取得口供 是不能在咱们 刑事诉讼里面用的 但是行政执法部门 获取的客观证据 却是可以直接作为 刑事证据使用的 已经是有穿过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怎么做 证据收集 这方面的意思 意思是必须要求 一起看似简单的刑事案件 因为涉案人员推翻口供 变得复杂化了 除了涉嫌创供 雷某还销毁了 火锅店的经营账目 销售记录是没有了 收银系统被格式化 他的所有账物 全部销毁了 雷某已是 炒料师傅李明亮的哥哥 到古今天下火锅店 上工前 他一直在外地打工 03年我就在新疆 去打工 但是我都没有老婆 但是除了打工 还不是去 去新疆去 孩子不高 我需要付了十一年 2015年 炒料师傅李明亮 需要一个帮手 因为这个设计隐蔽 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 李明亮想到了自己的哥哥 考虑母亲已经年迈 家长李明亮一再劝说 李某已留了下来 给弟弟打下手 在哪工作呢 是在火锅店 还是在那个平房 火锅店 你弟弟呢 他不是在外面 在外住 他就在那个平房里 嗯 房子 李某已加入火锅店 他很快成为火锅底油秘密的知情者之一 获悉李某已的入火情况后 侦察人员及时调整审讯思路 在李某已身上 他们迅速打开突破口 李某是炒锅底料的 他是和老板两个相互勾结 然后他负责这个打锅底的这个人 这个是李某的亲哥哥 他在哪来的目的就是 给他这个专门回收这个地勾油 你老人家去 你老人家去 人家去 人家还常常常常常常常 弟弟隔一段时间 那就把这个油拿去炼制 炼制好之后 拿来放在 在厨房里面 再有这个哥哥分装食品袋 装成一袋一袋的锅底油 据李某已讲 在火锅店工作 他和弟弟的工资并不高 你弟弟能拿多少 那时候那时候 那时候那时候要炒的 那时候是三千 我们工作就只有二千五 还装一五代 装一代有五毛 那你一天能装多少袋 那时候没平常的 从来我们是基本上建议的装 因为负责分装火锅店的用油 李某已经常到火锅店的操作间 对废弃油脂的收集过程 他并不陌生 你知道那个油是怎么来的吗 油嘛 它是从这个 它是开人去吃剩的 锅底油 比如锅底油 锅底油就吃不干净 然后 然后又发个福尔去 开人去走了嘛 他就收回来 收回来嘛就倒了 这个有个大筒筒 一只出来 然后再加工一下 就做成上火锅底料了 然后加好油 它这个比例是多少呢 比例是一锅 它脂肪一百斤也是回锅油 据李某一讲 火锅店将回收的餐厨垃圾 经油水分离器分离出废弃油之后 按照一比四的比例混合 加入辣椒花椒等香料 熬制出供顾客食用的火锅油 一百斤回锅油 多少好油呢 四百斤 四百斤 头一锅料是五百斤 一个月汤两次 就在侦察人员 对雷某等人进行询问时 警方对火锅店员工的 外围证据收集也在进行 通过这个外围调查 到处走访 然后以及把员工 一个一个的喊来询问 一名员工告诉侦察员 火锅店有一个兼职会计 他每月到店里提取一次销售数据 通过这条线索 然后才把这个数据全部拿回来了 从兼职会计手中 警方拿到了火锅店的备份账目 从火锅店的财务账目中 办案人员掌握了火锅店的销售情况 这些关键证据的获取 印证了行政执法单位的结论 为警方确定雷某等人的犯罪事实 提供了有利的证据 经过诊密侦查 公安机关认定 雷某等三人自2018年10月 至2019年1月 使用顾客食用后剩下的废弃油脂 加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销售火锅3000余锅 施案金额为12万余元 2019年7月9日 公安机关将案件 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在审查起诉的阶段 你能说 我们就重点解决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作案时间的问题 是不是从一开始就这样做 我们觉得有可能是这样 但是得证据说话呀 检察机关围绕 涉案人员的犯罪时间 犯罪金额和犯罪人员的重属关系 仔细审约了起诉材料中的 每一个案件细节 很快 他们就发现了一个重大疑点 我们发现 你 就按照你的邀约 从外地赶回前围 在火锅店里 从事工工工作 那么我们认为 三人 涉嫌犯罪的这个时间几点 是公安机关没有查清楚的 本案中的李氏兄弟 不是前围本地人 2015年 为了应对人手不足的问题 炒料师傅李明亮 把他的哥哥李某以 从外地叫到前围县 被告人李某 供诉2015年89月份的时候 他受其弟弟李某的邀约 从外地赶回古今天下火锅店 工工 他在店里 按照被告人雷某和李某的工作安排 将该火锅店 回收的废弃食用油脂 运送到成交的加工地点 加工 李某以供诉的作案时间 与侦查机关认定的时间有出入 公安机关 一项审查认定 被告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时间 节点是2018年的10月 至2019年的1月 我们认为这个认定 是存在一定问题的 本案的事实不清楚 综合办案人员的意见 检查机关迅速退回案件 要求公安机关进行补充侦查 这个案件退回来以后 我们根据检察院提供的一些 检查的一些证据要求 我们展开了这个外围的调查 在潮料师傅李明亮的手机上 侦查人员发现了一段 有价值的聊天记录 对话的内容就是关于这个 如何练制这个第一个人 我们来听听他的这个对话 就是我们人回顾的那个油 那个油没有结 来以没有结 来以到粉丝了 就是一个过后 他第二天 半天没有结 他第二天就会 就会粉刷 粉刷了过后 他就会粉笑 粉笑过后 你想别说别笑了过后 他就给你过后 你早就去炒水了 炒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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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混蛋 对话发生在2018年4月20日 说话的人是 前维县古今天下火锅店的 经营者雷某 听到说这个聊天记录 是很清晰的展现 他们在熬制 飞气油脂的过程中 反复的商量 对技术的探讨 还有出现问题怎么解决 都有很明确的表述 从这段聊天内容中 我们不难看出 李时火锅店 已经在使用地沟油 加工火锅底料 因此我们对这个 时间上的认定 然后有了进一步的突破 围绕这一作案时间 警方对涉案人员的犯罪金额 进行了重新认定 我们在取证的时候 专门引导取证 针对它的电脑的登记 和相关账目进行的收集 整理 解决的第二个问题 也就是要解决 这个犯罪金额的确认问题 古今天下火锅店经营的 清油锅底类型 分为红油火锅 和鸳鸯火锅两种 在店里 两种火锅统一定价为 每锅39元 咱们都知道 它这个熬制的底料 放入了火锅过后 这个咱们有不同的菜品 放进去 那么到底哪些菜品 放进了这个红锅 哪些菜品放进了白锅 这个在证据上来说 是无法来证明的 几经研究 检查机关选择了 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方式 按照刑事诉论法的相关规定 有利于被告人的这个角度 从无法排除合法 合理怀疑的这个理念出发 我们只认定了 火锅底料的这个标准 来确定犯罪金额 也就是它的销售金额 而在鸳鸯火锅中 火锅店使用的 有毒有害火锅底油 只有一部分 计算方法的话 之前公安机关是委托了 专门的监定机构 它鸳鸯锅里面 鸳鸯锅它实际也是收了39 以39元一锅来认定 这个犯罪金额不太合理 鸳鸯锅中只有红油部分 是使用了地勾油的 那么对于它的白锅的部分 应该予以扣除 鸳鸯锅的犯罪金额 该如何认定呢 红锅就是 一锅就是30多块钱 那么鸳鸯锅里面 红锅的分量 按照它们市场 常规的传统的 这种计算方法 就占60%左右的红锅 那么就按照 销售金额的60%来计算 就是20多块钱 这个认定方法 很快得到认可 鸳鸯锅的犯罪金额 按美国26元计算 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 我们将被告人 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时间 节点认定为 2018年的5月 至2019年的1月 而并非公安机关认定的 2018年10月 至2019年1月 认定的犯罪金额的话 是从公安机关认定的 12万元 变成了44万余元 令人遗憾的是 在案件侦查过程中 火锅店的经营者雷某 始终不肯供述 加工生产 有毒有害 火锅底油的犯罪行为 我们通过这个外围证据的收集 也充分固定了老板 在这起案件中 扮演的角色 最后这个老板 领口供 依法移送了 这个检查机关起诉 经查 从2018年5月 至2019年1月 古今天下火锅店 使用不得在食品中 添加的废弃油脂 熬制并反复销售 给顾客食用的火锅底料 总计达14142国 数万计的不特定消费者使用 属于非法生产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行为 在严厉打击 他的刑事责任的同时 启动了 对这个案子公益诉讼的审查 要怎么样让他依法 达到不敢再犯的这个程度 我们觉得在经济成本上 还要对民事责任上 还要对他进行一个 彻底的追究 食品安全 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 2019年5月9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深化改革 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提出 用最严谨的标准 最严格的监管 最严厉的处罚 最严肃的问责 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 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最高人民检察院 与中央网信办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等 11个部委联合出台 关于在检查公益诉讼中 加强协作 配合依法保障 食品药品安全的意见 要求各级检查机关 在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中 积极探索 提出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 面对雷某等人 非法生产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 前卫一线检查院 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 代表公众提出了哪些诉求呢 明天同一时间 请您继续关注这起案件 好 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